她是武则田最宠爱的女儿,一心想成为帝后,反而成全了李隆基,她是武则田最宠爱的女儿,唐朝最尊贵的公主, 样貌和才华毫不逊色自己的母亲,就连武则田也说,太平这孩子向往,随着年龄的增长,太平公主变发明艳动人,美名远波,皇帝李志和武则田舍不得女儿远嫁处犯,为此给女儿建立了太平观,让太平公主出家为倪,拒绝前来和亲使者,太平公主和薛少的相遇,成就了一段姻缘, 成亲后,太平公主和她的驸马非常漏恩爱,生下了四个孩子,这场婚姻虽是政治联姻,他们的成婚也是为了礼堂江山,但是也抚党不了两人的相爱,薛少的哥哥因为涉及谋反,武则田不顾太平公主出此薛少,可以说,武则田为了自己的私心,在政权和女儿做选择,还是选择了前者, 武则田为了进一步巩固皇权,希望自己的女儿在武家挑选一位夫君,太平公主最终还是为自己选了驸马,就是美男子武幽济,她与薛少的死没有关系, 而且离政治中心比较远,不容易受到牵连,实际上,武幽济已经有妻子了,而且年轻貌美,武则田为了太平公主,更是为了自己,便命人刺了三尺白铃,令武幽济妻子上吊自尽,其中,也有太平公主的手笔, 此时的太平公主,在薛少死后性情大变,从天真浪漫到黑化的宫斗历程,她心心念念的是天下, 玄京朝野,施展抱负,太平公主美貌依旧,只是变得风流放荡,不拘于世俗的眼光, 她还跟武则田共同拥有男处,或许这是历史上最奇葩的母女了,直至武则天驾崩,离旦作善皇位,有太平公主的手笔,更有李隆基的功劳, 太平公主为了扳倒自己的侄子李隆基,阴谋诡计都用人了,还是其差一步,李隆基获得最终的胜利,登上了皇位, 太平公主还是没能逆转历史的大刘,成者为王,败者为寇,唐玄宗李隆基稳定了政权, 也彻底结束了多年以来的宫廷内斗,太平公主的一生算计,反而更早地成全了李隆基,让人虚昔不已, 祝,其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援护联网,版权归所作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